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毕竟想要做到面面俱倒 在鱼龙混杂的北洋乱世 确实堪称艰难 不过以晚清幻海水晶湖地之称的徐世昌 却是一位口碑不错的局 作为晚清庙堂响当当的重臣 光绪三十二年 徐世昌走马上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 经略清朝的龙兴之地 也是最后的退路 足以看出清廷的垂青 作为一位在汉林院坐了近十年冷板凳的老汉林 徐世昌的庙堂成就 是实打实的一步步从幻海爬上岸 当然为人所乐到的 似乎只有他的中庸与原华 但是徐世昌的后人徐定茂 作为玄孙有自己的看法 他直言徐世昌的本色是一个读书人 他认为徐世昌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 而不是混迹于庙堂的人物 徐定茂认为他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影响比较深 本身的性格也比较温和 不是那种喜欢刷镜子的人 换句话说 也就是徐世昌在本质上 是不喜欢勾心豆角的晚清和北洋 幻海规则 而且他的圆滑于中庸 绝对不是没有底线与态度 更不是一种奇强的作派 而是有可为和有可不为 在晚清幻海最会为人处世的非李鸿章末属 此起曾问若新富荣禄 徐世昌过渡记李鸿章后顾 其实在徐世昌的骨子里 还是一介书生的本性 平衡和分寸感 只是他的保护色 真正的读书人 反而是懂得中庸的本质 就是底线和原则的坚守 正如徐世昌对于他结拜乔老弟来说 凡是徐世昌反对的事情 他的异地没有一件干承 而在徐世昌的玄孙徐定茂的记忆中 很多家族的历史 父母早年从来未提及 因为他的家住在天津的五大岛 很多故事也是从邻居和同学那听来 方才知道自己是徐世昌的后人 而这一个后人的名犯 来得也颇为曲折 徐世昌本来无子 过继其地徐世光之子徐旭直 徐定茂的父亲徐宝林 毕业于安京大学 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教育子女守规矩 最终徐世昌的书生本色 在后人中继续传承 讲礼仪和守规矩是最基本的原则 徐定茂小的时候 父母就一直教育他守规矩 过年要给长辈老人鞠躬 老人过生日 头一天要温寿 第二天再拜寿 用餐时要有自己的碗碟 到别人家做客 要在门口先跺脚 家里来客人 要起身恭迎 徐定茂曾谈言 现在无论来什么样的客人 我们都会站起来赢 人家都说你别那么客气 其实不是客气 是不由自主 这份读书人本色的行事恭敬 晚兴时期的徐世昌近乎于赴 要知道徐世昌在记载日记时 提到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以及恩赏时 他必然会出格接着控行 以示恭敬 只晚战争之后 徐世昌在诗 谈酒磊念江湖中 彻底告别庙堂 本是烟波一调图的术怀 也是一种书生本色的坦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所谓的驰 所谓的驰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